平時吃放題, 大家通常想到的 就是日本放題或是火鍋 限制到二、三百元 但原來放題都有很多種 還要幾十元就完成了 今時今日, 大家去喝茶 想享受一鍾兩鍋 沒幾百元也不用自意下樓 令到每個人叫點心時都閉著閉著 不過, 近日我們發現 有食事推出八十八元點心放題 一百分鐘之內, 任叫任吃 一群大衛王, 包括我們的主持 阿John都聞風二致 雖然是平價放題 但品質一點都不合格 有差不多四十款的點心, 任你選 不過部分點心是生的 即是怎樣? 是點心自己點, 自己蒸 雖然用多了食客的食物時間 但勝在夠了, 新鮮、熱辣又夠好運 這裡除了必試的蝦餃 和鵪鶉蛋燒賣之外 很多其他包點造型都很特別 整隻小雞的豆沙雞包 和黑色的竹炭黑饅頭等等 很餓, 等不及怎麼辦呢? 不要緊 這裡有些不用蒸的點心 可以一邊吃, 一邊等 要蒸的點心慢慢熟 說說, 蒸籠裡面的點心可以吃了 嘗嘗蝦餃, 行不行嗎? 它的蝦也算淡, 而且不算很小 它也不錯 嘗嘗它的鵪鶉蛋燒賣 我最喜歡吃鵪鶉蛋燒賣 除了平日酒樓吃開的點心之外 還有燉湯、蒸飯和甜品 100元也不用 就可以享用平民版的滿漢全值 不過這些88元放題優惠價 現在是有時段的 就是每天中午12點 到下午午午午的午飯和下午茶時間 還有的是晚上9點半 和半夜12點半的宵夜時間 Jong就是選了午飯過後的時間 可以一餐當兩餐吃 整個湯草飽了 聽說附近還有一個48元的甜品放題 真的不是, 走吧 你又說飽了? 你沒聽說美女有兩個餵嗎? 來吧, 走吧, 寶貝 為何這麼多人在等餵? 沒看, 因為是夠划算 48元任吃台式甜品 逢星期一至五下就兩點到五點 限時45分鐘 平日人們喝一杯台式飲品 或者吃碗糖水 起飆至少過三十元 現在可以放題任吃 吃兩碗已經賺光了 難怪這麼多人下午就射個黃過來嘶嘶 這道台式甜品不算很多 不過勝在可以因應口味配搭 好像有台式招牌甜品的代表 鮮草護圓 還有紅豆、白色小丸子 以及爆豬三款 提到台式甜品又怎麼少得麻薯 口味還有紫薯朱古力、芝麻和花生 來吧, 寶貝, 試盡它吧 面對著這麼多的台灣甜品 突然覺得自己變成一個台美 但是我今天不要吃兔兔 我要吃這個, 這個叫仙草 仙草護圓 我試試味道 對, 口感就是… 有些豬在口中爆炸 但是也會有護圓在腌韌 可以讓你咬一下 鮮草一吃下去就已經浸在口中 現在很流行珍珠披薩, 珍珠麵包 珍珠飯, 什麼都有 我試試這個珍珠麵包是怎樣的 因為我沒試過珍珠麵包 這個珍珠麵包, 上面加了黑糖 上面再加一些黑色和白色珍珠在表面 這些珍珠也算不錯 因為我以前做過珍珠奶炒 珍珠其實要九小時內就吃光 它應該要九小時內 因為如果不是太硬 它就不會太硬, 又不會太軟 剛剛好, 夠煙能 這麼快就飽 記得留著肚子試這裡的黑糖甜湯 又或者是台灣最有名的薑母茶 和冬瓜茶三款都很滋潤的鵝 別以為吃珍珠只有粗茶淡飯 除了一般的青菜豆腐 還有一般壽司 潮流輕健康 有時清清地吃回日齋 都是不錯的選擇 我們找到午時素食 星期一至午上午11點到下午2點半 任吃都是78元 全場有60款素食 任你選擇 冷盤、熱盤應有盡有 味道和賣相都非常不錯 像壽司一樣 看起來真的像三文魚和拖羅壽司 其實它們是用舉藥製造的 還有親似花枝暖 其實是海草和芒果 扮三文魚和海膽 日式食品還有雜菜添附羅 西式也有素菜發包 款式那麼多 所以說食素不一定是好齋的